自爆吃過穿山甲 農委會主委曹啟宏語出驚人 讓一旁AIT署長梅建華差點嚇傻 野生動物研席會上農委會主委語出驚人 很小時候 還記得那時候感覺嗎 沒有感覺 那是怎麼樣可以吃到 那不是那時候 那是50年前的事情 所以沒出來一台 你要這樣吃也 沒有 就像吃過穿山甲一樣 曹啟宏上一回美豬擋不住的言論 雖然一路讓新政府臉上三條線 但520後台美關係卻很有某種美豬默契 謝謝 我們現在來賣 謝謝 IT署長梅建華和曹啟宏出席活動之前 早就進入蔡總統 美方對台灣使出善意 展現兩方友好氣氛 一方面給足蔡政府面子 但美豬入台力道 似乎也越來越強 立法院24號才再度上演美豬表決大戰 國民黨堅決反對為加入TPP開放美豬 但仍不敵民進黨人數優勢 以51比31票最後決定交付經濟 為華安和國防衛交進行聯繫審查 美豬進口可能商業部也不管這事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部分 我們當然希望說查紀宏主委 跟大家說清楚講明白 國人的健康會不會變成是用 外交的很多關係來去做交換 所以我們擔心是 含有受益的美豬 未來有可能變成一個黑箱 美豬後關藍營想踩剎車 但人頭怎麼數就是輸 美台關係需不需要靠美豬強化 鷹派政府心裡最清楚 記者文凱成李逸璇台北報導